Suttle 这个字呢 它只有一个母音U 这边U呢 发成R的音 好那这边呢 Andy要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B 注意它是不发音 所以整个字 我们念成Suttle Suttle 好那Suttle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把它翻成 不易察觉的 淡淡的 或者是非常细微的 英文念成Suttle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Not Obvious 好它是不明显的 Obvious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就是明显的 Difficult to notice 很难去注意到 那是不是就是 不易察觉的 淡淡的轻微的呢 好那这个字呢 在我们讲列句之前呢 Andy呢 想要跟各位呢 整理一下 英文里面呢 有些字的B 它是不发音的 好例如说呢 我们最常看到的 就是Cum Cum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梳字 我们梳头发的梳字 还有呢 我们说呢 这个Tum Tum呢 就是墓碑 坟墓的意思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最常见到的 就是Bomb Bomb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炸弹 还有另外一个字 就是Womb 好 Womb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子宫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大家国中就学过了 叫做Clim Climb的意思呢 就是攀登 爬的意思 那这几个 那这几个很常见的字 它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呢 它最后一个B 它都是不发音的 OK 好 我们来看例句 This sponge cake has the perfect amount of sweetness and a subtle taste of honey Spongeous cake 好 这边呢 指的就是什么呢 海绵蛋糕 它说呢 这个海绵蛋糕 好 这个Sponge 这个字 好 它原本的意思 就是海绵的意思 OK 海绵蛋糕呢 有一个呢 完美的量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比例 对不对 它的甜度 英文念成sweetness 还有它还拥有一个 非常怎么样呢 非常细微的 非常淡淡的那个味道 什么的味道呢 蜂蜜的味道 所以叫做蜂蜜海绵蛋糕嘛 是不是呢 好 所以最后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subtle形容词 不易察觉的 淡淡的